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看这个戏 我有特别感受 一个是从医疗的角度 一个是从导演的角度 那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不要流于说教 这部戏我觉得能够12年12季 能够这么成功就是它没有流于说教 没有太执着于在那些医疗的程序里面 可它选的那个位置是很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生最大的冲突 表现人性最大的冲突的地方 不是战场 就是急诊室 这两个是最能够表现人性的 所以我觉得它能够12年来 能够这么成功 当然剧本是很棒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拍摄的手法 我觉得跟早期我们也看过很多日本的白色剧 那些类似的 事实上它的拍摄手法是比较好莱坞的 那个拍摄手法 可是又不是那么好莱坞 它都是用那个手扒机 对 我开玩笑叫handheld 就是拿那个steadycam在那里拍 所以就感觉很流畅 我觉得这非常的专一 而且曼述其实之前在这个电视剧爱情急诊室里面 其实有饰演这个整形外科的见习医生 第一次演这种医疗剧 你觉得最难的点在哪里 最难的点就是当我自己在看剧本 其实那种几场戏就是要进到手术房 然后想说进到手术房到底要怎么样去想像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诠释我的角色 因为就算真的有经过手术房 可能也是会是以病人的姿态进去好了 而且就算以病人姿态进去 应该也已经不行了是吧 通常被手术的那边 所以就在想说好 如果今天是一个医生要进去的那个心情 以及最重要的是 因为毕竟进手术房就是势必难免你要切一些东西 然后虽然自己平常觉得是有一些做菜 就是切肉啊刷鸡啊的这种经验 可是真的要 其他人如果到底会是怎么一回事 总不会真的跟我找一个大体老师来吧 我应该很害怕 因为其实我在高中念书要毕业要选科系的时候 本来是想要选中医系的 但是因为查了一下就是要有一些就是课程 觉得还是有大体解剖课然后去摸摸大体 我现在觉得太害怕 他说那还是先比较选好了 如果我大学毕业就是念戏剧毕业之后呢 觉得真的还是去再继续进修这样子 那那场戏呢很好的是就是美术组准备的是猪皮 猪皮取代人皮 对对对 所以就是心里自己心里的健身就想说 嗯 他就是在切肉而已 就是一个可能你晚餐会出现的东西 用这样的心情去去去演出那场戏 就是印象其实还蛮深刻的 顺利吗在拍摄过程当中 顺利吗 其实我自己在看到那一块猪皮的时候 他觉得是哪里跟人像啊 一眼都不像啊 怎么会像呢 不过我觉得这就是拍戏好玩的 就是当摄影师取的位子以及灯光是整个一起打下去之后 在镜头上的画面他呈现出来觉得会真的蛮像 当然可能专业医生来说还是会觉得假假的吧 因为不会像这个实习医生哦 因为我是没有看过你演那个 那个那一段 可这个戏我看了很多他就是真的蛮在面 是算真的是有这个研究过的不是说小小的抱了一下 小小抱一下一个新的新的角色 也是我喜欢的角色 他指导那开胸 他们虽然在脸上在演戏哦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美国这个 应该讲也是肥皂剧嘛 对 他很注意细节 他脸上在做一些各种演戏的表情 可是手上动的那个动作可能有专人在指导 所以我们就是 所以真的跟手术方面一样啊 对我们真的在做手术的人来看也觉得是 那个tempo是一样的是不是 对他是没有直接在让你这样看他切 可是他一面做 然后手在那边切在那边动 那动作是对的 所以他是真的是真正去考究过的 不是随便演的 对 角色也知道 有分脸上的表情跟手上的动作 对对 那你可能因为要演戏 所以手就乱做 对 是有可能 他们没有 他们是真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都照着这个流程来 那刚刚那个很严谨 很严谨 没错 没错 因为其实自己一些演出的经验好了来讲 就是真的一个演员要进入一个角色 其实你是要学习很多的 对 那我其实自己就是对于医疗也是很有兴趣 所以如果真的可以演这样子的角色 先看从第一季这样子一路一直演到十二季 我相信我的医疗的那个 资讯应该就是应该也会有累积不少 差不多 实习也不过实习两年 对 他们12年 12年的12年 该会的也应该要会了 是吗 对对对 他是不太像医生了 对我记得我刚才